所以我明白 您描述的這一段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特別難 還沒人幫忙 對 我就算92年蓋上了 蓋到93年蓋完了 93年誰要是蓋上 我92年蓋的房子 93年蓋的土地登記 我這房子 我就不知道是哪兒出了錯誤 我這房子 我院裡蓋的房子 都誰都知道 我還倒坐房 還不是沖北 我沖在我這房子這樣 沖南 一個倆房對著點 等於四合院 一正房一倒坐房 明白 發生了什麼 我就不知道這房本誰給登好了 登哪兒去了呢 我當時不等14年我剛 才知道登到岳父名 對 一頂房本換這樓房 那當時第二年 登這個房本的時候 你沒發現沒有去大堆 這房本什麼就沒發呀 就沒發 也就是說你蓋完房 只知道你一直認為 這是給自個家蓋的 對 但是房本一直沒發 對 然後到14年11月 一直到14年還發房本 對 對 這有20年啊 20多年了 20多年這房本就沒發 對 你也沒去大堆問過 這問不還是 農村這房子 我都有發票都在 周前的發票 房屋對著發票 所以這20多年 其實你心裡一直認為 這就是我給我們 自個兒加蓋的 就是啊 我這發票都有啊 有批示有發票 我那房有批示 這房我有交所有的 土地使用稅 房的水田費 對 發票都在 岳父他們家裡人 過來住過嗎 沒有啊 都沒有 就是你們一家人 對啊 拆遷要出那個 村友會領那個房本 明白 要置換樓房 這才發現了 我就跟他說啊我回來 我說了不得了這事兒 我說你看看 倆不是一家人了 這院裡出了人家房了 他就找去嘛 找去我說這是什麼呀 人家拆遷公司不對我了 我這倒坐房 拆遷公司不對你們 對 去談這個問題 對 因為正房是你的 對 明白 所以這就是剛才 妻子說回娘家去問去了 對吧 對 當時去問的時候 問的誰啊 有我媽有我 人家老三跟老四 他們都在場 你為什麼不去找父親啊 我父親2000年去世了 母親給你回答了嗎 我還剛一問 人家老三就說為我好 為我看著呢 你說的是老三 是你的妹妹還是姐姐 對 妹妹 妹妹 我在家老大 那你媽媽沒回答嗎 就是母親沒怎麼說的呀 我媽不言言 我媽沒說 老三就說 人家這裡的老三 來不來去穿著 說這話也就是她說的跟我 來不來去跟我做工作 給你看著是什麼意思啊 原來我們家 我跟她媽她家 我們家 倆脫習慣也不算太好 後來個那個什麼 就是怕我們倆離婚 哦 那個意思 那單獨過到這會兒了 還有這問題嗎 還擔心你嗎 不是說還擔心我嗎 而現在要分離了 妻子原本是想回娘家 問一下情況 卻不料被娘家姐妹 一通說服 在丈夫和娘家之間 妻子選擇偏向了娘家 那麼 娘家姐妹又是如何 說服李先生妻子的呢 也不想回娘家 還會不會 走